大家好 我是楊晴 我今天要來拍一個開箱 對 就是有看我instagram的話就 就看到說我PO了一張 我在beautylish上面買的 化妝品終於到貨了 然後也剛好 就是我的過敏終於 比較 就就好了 就是大概好了 還是有一點點啦 可是 好很多 真的非常多 之前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可怕到我真的覺得 我的世界快崩毀了 可能很多會覺得說 看別的影片會覺得說 也還好啊 也沒有看起來很嚴重 就是 我本來是臉上沒有東西的人 然後突然一夕之間 爆紅 這應該算是爆紅吧 就是很多小小顆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不要問我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是 碰到或是吃到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其實我很早之前就想買 那個beautylish的東西 我在台灣的時候我就很想買 只是 我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我在想 可是我在忙的存錢吧 會覺得說 蛤 抽到一百塊免運 雖然也沒有很多 大概三千六 三千二左右 三千三 也沒有很貴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就是買不下去 就也都沒有買 然後就拖到現在 剛好就是 因為法國 的 在beautylish上面買的話 法國只要五十美 就免運了 台灣是一百美 那我就想說 嗯 就剛好上面有一些 我想要的東西 可是說真的 我覺得beautylish上面的東西很舊 就是 都是相同的產品 在那邊賣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 很新很新很新 就是 還是有啦 雖然還是有 可是我覺得他們上面的東西 蠻少的 可是 舊的產品 就是都很厚 就想說 很多東西就是 有一些東西就是 我之前就想買看看 所以就 這次就下飄了 我也看過很多 那個beautylish的開箱 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他們包裝真的還蠻厲害的 這是我那時候收到的箱子 我已經打開了 當然我已經PO過照片了 然後我真的覺得 他們包裝非常精美 就是我剛剛收到 所以我打開的時候 就 它裡面是長這樣 然後裡面是 是那個 當然是我裡面已經空的啦 就是它是外面這個紙包起來 然後每一樣產品都用那個 小繩子 還有那個 牛皮紙包好 我把照片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長這樣 好 那我現在就來 給大家 我就來試一下我買的東西 到底好不好用 我要再試一下 就是我這次買頭裡面 最想要 用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個了吧 這是那個 It's Cosmetic 的那個 CC霜 我之前是 不知道看到誰的 誰的影片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這感覺好像好用 然後我之前有看那個 Cassie Light 他好像也有 接受他的 他接受他的化妝品的時候 好像有說這隻很好用 我之前就很想買了 大概在 我還是在台灣的時候 就很想買了 就想買來用用看 因為我的膚質啊 我不太能用 BB霜 我也不太能用 氣墊粉餅 所以我 基本上我都是用粉底 然後再加遮瑕膏 什麼的 那種 三合一 二合一 四合一的東西 對我來講 好像沒有 不太適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反正我上上去之後 就是不貼 妝就是不貼 就是馬上就不貼了 馬上就浮粉 然後就讓我覺得 蛤 可是就是現在就是 氣墊粉餅很紅 可是說實我 一個 我之前有買過 韓國的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 之前的韓國那個 Shopping 那個 那個 影片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我其實有買氣墊粉餅 可是說實的那個 到最後我就 送給了阿宅妹了 就是 因為我真的不適用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上不上去 就是會浮粉 就是了 好 那我現在就給 這一條機會 試試看 到底能不能用 然後我很不幸 我買到 你看這那麼小條 我買到旅行組的 我沒有注意到 它上面名字 是上面有一個 travel size 然後我就買到 收到的時候 我昨天是打開的時候 就想說 阿怎麼 這麼小 然後我才上去網站上 看原來我買到 travel size 它有一個normal size 然後我就覺得 我買了另外一個 也是 itscosmetic的 那個 遮瑕膏 你看 它跟它差不多大 一條CT霜 跟一個遮瑕膏 差不多大 真的是覺得 滿 覺得自己滿製造 全新全新衛太風 我們現在就把它 試用看看 我也不知道 希望 希望我是可以 駕馭它的 然後我買的 色號是 median 因為我不算是 很白的那種人 所以我基本上 我買化妝品 都是買median 好 現在就上一點 上看看 我好像忘了擦保曬乳欸 好 不對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擦 不行 好像太遲聴了 這個先稍等 我還買了一個 我都忘了我還買了一個 那個 勢迪乳 好啦順便來試一下 那個primer好了 這是 很尷尬 就它在我手上 它不會往下流 好 這個是 好像是beauty lip 上面最近在推的產品 就是你眼睛去官網上面 就有很多這個牌子的東西 the ordinary 好 它有出很多 它好像比較偏保養類的 然後剛好我 最近的那個 試底乳快要用完了 我想說那我就 買買看好了 它沒有很貴 它這樣一罐 是7.9美金 算8塊好了 質地的話跟我之前 就是這種 我不知道 油油的 跟之前那種sephora 那個是一樣的感覺 防曬乳好像有差 嗯 它就跟那個sephora是一樣的 就是 沒有顏色 然後 油油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它粉粉的 好 OK Good 好 現在我來上我的 CC霜了 看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把它抹開 哇 怎麼覺得遮瑕度好高喔 遮瑕度好好喔 這是我原本這些小紅的斑點 泛紅 然後都被遮住了 希望它不會 希望它夠我貼 好 我現在上完了 這邊是 上完妝的 這邊是還沒上完妝的 我覺得 差蠻多的 因為你看這邊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紅紅的一點一點的東西 可是這裡很多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裡有紅紅的 這裡沒有了 嗯 我覺得還蠻 尤其是 其實在鏡頭上面看到這 我的一點點好像很少 可是從鏡子裡面看 很多 嗯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然後這邊也有泛紅 你看這邊比較紅 這邊就沒有了 我現在把另外一點給畫上去 嗯 我覺得 還不錯 上起來還不錯 而且 我覺得還蠻貼的 不太有粉感 可是我覺得我的皮膚本來就很容易看起來了 好像是有畫中 就是 可是它看起來還好 就是好像是 除了額頭 我的額頭真的比較乾之外 其他地方看起來倒是還好 好 希望它不會很快塗妝 嗯 今天就 嗯 我就 用它的那個 遮瑕膏了 因為 覺得 不想 我想試試看這個 先 這個如果繼續點上去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 會怎樣 會不會再遮更多 再點一層 因為我這邊疤比較多 因為我這邊疤比較多 不是啊 我這邊過敏還是比較嚴重的 嗯 一整上去就 還喔 就還行 一隻也是 還是紅紅的 我們現在就試試看 希望它不會很快就脫妝 接著呢 我要來定妝 我就買了 這個 非常有名的 RCMA的蜜粉 然後我已經把蓋子打開了 因為它這個孔 大概是那種 很大 就是那個 胡椒粉的那種概念啊 你在撒胡椒粉 這洞也太大了吧 我想說 那我就打開 大的蓋子 沾 沾它的外圍 好了 定個妝 它這個 它對孔 在想看我要怎麼了 好 非常慶菜的 就定好妝了 它這個粉實在是 琢瓷讓人有點困擾 好 定妝定好了 看起來皮膚 氣色看起來非常好 嗯 還不錯 目前為止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是我第二個 最想試的東西 就是 這個應該念叫 Viseart 它應該是 因為它上面寫 Professional Makeup Paris 所以呢應該就是用法文的喔 對啊 所以那應該是叫 我昨天好像叫阿宅念了一下 就是它叫 Viseart 它很美 而且它蓋子 設計的超好的 這個其實也蠻多人 PO過的 我就覺得說這個看起來很美 它就這樣打開後 然後長這樣 我把上面抹打開 是不是超美的 真的超漂亮的耶 可是這一盒真的很貴耶 這一盒要45塊美金吧 如果有看 因為我還有 我這邊還有一盒那個 文藝復興的那個 Anastasia的那個 文藝復興的那個眼影盤 可是這不是我的 這個是阿宅妹的 所以我就沒有要打開 就網路上可以看到 大概全部的Youtuber 美妝Youtuber裡面 都有這一盒吧 我 因為太多人有 所以我就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去買它 雖然它 我有打開過 它顏色真的蠻漂亮的 這一盒 這樣那麼多顏色才 40 42塊 這一盒六個顏色 這45塊了耶 這盒真的是很貴耶 來試一下給大家看 這三個顏色 我覺得好厲害喔 好顯色 好顯色 超顯色的耶 這個橘色超美的 那這三個顏色 這三個是有亮片的 來試一下這三個沒亮片的 好我一樣用 這三個 來試一下 這是什麼顏色啊 這個是 粉白色 還是很漂亮啊 就是有霧面 要照我的臉 就顏色很顏色 就是 超美 超美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 來畫個眼妝看看吧 首先我拿刷子刷這個 最白的這個顏色來打底 接著呢 我用 我用這個 這算敷金色吧 一樣用同一支刷子 一樣用同一支刷子 然後一樣刷在 眼皮摺 一樣是以眼皮摺為界限 這個顏色 喔它這個顏色我喜歡 這個顏色很閃欸 接著我要用這個橘色 覺得很容易死守 所以要小心 從後面眼尾 對方 開始上色 然後到中間 沿著雙眼皮 這樣 喔我喜歡這個橘色 我當初就是看到這個橘色 我才買它的 現在把另外一支眼睛也塗上 接著 我今天用這個紅色 我要把它塗在 雙眼皮摺 喔這是後面的地方 雙眼皮摺 強調那個角落 然後塗到 下眼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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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再來的話我拿一支扁的 我要刷 旁邊這個 深 這應該算是深咖啡色吧 啊 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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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 接著呢我要拿一開始的那支刷子 刷那個最白的那個顏色 然後我再刷第二個這個附近色 我要把它暈在這裡 讓它那個解線看起來就不會那麼的誇張 個人覺得非常的漂亮 我說這個顏色 我喜歡 這一盤我就覺得它貴的還蠻值得的 現在就去把其他地方的妝給補好 好 好的 我把我補了眉毛跟睫毛還有唇膏還有腮紅 好 今天這就是今天的開箱跟試用紋 其實我就只有買這五樣東西 第一就是CC霜 第二個就是遮瑕膏 遮瑕膏我之後用完再PO那個新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眼影盤嘛 The Ordinary的primer跟RCMA的蜜粉 就只有買這幾樣東西而已 然後當然還有一盒是這個啦 就是Anastasia的那個文藝復興盤 可是這不是我的 所以我就沒有用了 我覺得我應該還會再買下一次吧 就是Beautylish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當初以為 它上面價格就是那個價格欸 結果後來結帳之後才發現還有 20%的稅金是不是 我就說喔 20%的稅金好貴喔 這樣買起來其實 好像跟在法國買 差不了多少錢欸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以為 跟這樣差起來 因為如果只看美金不含稅的話 如果只看上面價錢的話 其實是比法國的Sephora還要便宜的 然後後來稅金沾上去之後 我就發現說 其實跟這法國的Sephora賣起來 差不多價格啊 就沒有必要在上面買 當然有些東西是 只有在 只有在上面 就法國沒有進 像是那個 It's Cosmetics的東西的話 法國就沒有進 然後當然RCMA的東西也沒有進 當然是primer也沒有進 可是primer跟那個Sephora那個primer感覺還蠻像的 嗯 可是上面有一些東西就是 我會買一些在法國找不到的東西啊 我就還蠻喜歡的 而且我蠻喜歡這個CC霜的欸 今天來觀察看看說 它到底不會妥妝 希望它不會妥 個人還蠻喜歡這個妝感的 好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試用紋 希望大家有喜歡 喜歡的話請幫我在下面按個讚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IG跟加我的粉絲團喔 那就這樣子啊 我們下次見 掰掰